和家人团聚的还有15岁的周培元 昨天下午4点呢 这孩子从山西的黑药厂跑了出来 不过他却没有回家 而是先找到了我们 我叫周培元 今天是五岁 家住荒兰山西名 这孩子一个月前离家出走 在郑州火车站碰到了人伴子 他叫我到 把他赶过来 他说说一月给八九百块钱 到了一月急了 没有法医方向 别说钱了 在黑药厂周培元被打的电体鳞伤 用桌子还用棍子打我 小孩子的家长看到这些 就像看到自己孩子一样 围着他拿着自己孩子的照片 让他认 希望找到的线索 周培元跟大家什么都说 就是不说自己家的具体位置 问极了 他就说不想回家 我不想了 我把我忙 我挠打了 周培元 周培元 你把你放进去 我叫你啊 我的爸 我的爸 爸爸快来救我吧 邱培元在叔叔阿姨的劝导下 写下了父母的名字和家庭地址 他家在新密室仙山乡仙山村 估计孩子的父母找他也快找疯了 8点时间我们与当地警方取得联系 由他们带路在天黑前找到了孩子的家 迟到我们离开 收听员的货血还在外面找孩子 由于无法与他联系上 还希望他能看到我们的节目 赶紧回家与孩子 同时期待会